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他的官果暂时停放在了台北慈湖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一放就放了半个世纪 暂存官果的台北慈湖是蒋介石亲手为自己挑选的地方 早年间 蒋介石发现台北郊外一处灵湖土地 风景和自己的家乡浙江凤化极为相似 思乡心切的蒋介石看到这样的景致十分兴奋 连忙命令按蒋家凤化老宅的样式 在此地修建一座名为慈湖的老室寺和院 蒋介石打算入土之前在此回味一下故乡 以疏解思乡之情 于是官果就按照他的遗愿暂时停放在这里 蒋家人因此还遭到了外界质疑 首当其冲的就是宋美龄 为何迟迟不将蒋介石下葬 宋美龄无奈 只得向公众道明原委 原来 蒋介石死前最后一刻都没放弃过反攻大陆的幻想 迷流之际 他亲口对宋美龄说希望葬于老家凤化荣归故里 当时两岸关系极为紧张 炮轰金门还未停止 蒋介石的遗言让宋美龄很是为难 蒋家众人商讨之后 决定尊重蒋介石的愿望 将官果暂时停放在台北慈湖 日后再寻找机会将他的遗体转移至浙江老家 可是造化弄人 两岸恢复交流已是九十年代 此时儿子蒋经国已经去世 妻子宋美龄屡居美国 且年事已高行动不变 转移蒋介石观果的大事 蒋家小辈不敢妄动 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蒋介石的遗体失至今日也未曾安葬 蒋介石的另一句遗言同样令家人为难 自己的遗体万万不能腐坏 父亲的遗愿蒋经国丝毫不敢怠慢 在蒋介石去世当晚 蒋经国就紧急召开家族会议 商量遗体防腐措施 路练师向蒋家人提供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遗体冷冻处理 放入水晶棺中 这套方案防腐效果很好 但制作水晶棺工期很长 冷冻处理生效时间十分有限 很可能水晶棺还没做好 遗体就已经腐坏了 第二套方案是将遗体放在金属棺中 盖棺前注入防腐液 这套方案用时短 但金属棺的防腐效果远逊于水晶棺 同时防腐液容易出现漏液情况 蒋家人对这两套方案都不满意 于是向国际生物学家请教 专家给出的方法兼顾了上述方案的优点 但蒋家人对这套方案最不能接受 这位外国专家建议取出蒋介石的内脏器官 用事迹进行浸泡清理后重新放回遗体内 这样可以彻底杜绝腐化情况 蒋经国当场否决了这个侮辱父亲的建议 他心里清楚 父亲一生观念保守思想传统 绝不会认同死后被分尸 就这样围绕着蒋介石遗体的防腐 蒋家人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始终达不成统一意见 蒋经国最后力排众议敲定了遗体保存方案 但是直到父亲的大恋仪式结束后 他都没有公开说明蒋介石遗体的防腐方法 蒋经国的举动引起了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强烈兴趣 蒋介石遗体成了台湾人茶余饭后的谈字 有人猜测 蒋介石的灵鹫定期秘密开关 由专人负责进行防腐处理 一切对外保密 有人觉得蒋经国不可能会允许这么做 很可能最终采用了外国专家的建议 甚至还有人断言 蒋介石的遗体压根没做过任何防腐措施 就直接被塞进棺材里了 蒋介石刚去世的时候 蒋经国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稳固 他哪有那经历操心老爹的后世 面对种种留言 一位名叫翁元的老人坐不住了 向媒体讲述了蒋介石去世后的故事 包括大众最感兴趣的遗体保存问题 翁元年轻时候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经常派他处理台北市林官邸的内务 深得蒋介石的重用和蒋家人的信任 蒋介石去世后 翁元代替蒋经国为老主人守了三年龄 他的话可信度极高 根据翁元的说法 由于当时蒋家人各自持有不同意见 彼此很难说服 所以蒋经国采用了折中的方案 用普通物质灵旧存放父亲遗体 注入福尔玛林溶液防腐 翁元还表示 蒋经国做出这个决定时非常痛苦 他不希望父亲的遗体变质腐败 但又拗不过蒋家长辈 只能选择这个不怎么样的方案草草结束 翁元的讲述暂时解答了媒体和公众的疑问 大家随即开始感慨蒋介石机关算进 就是算不到自己客死一乡 遗体回乡的心愿未能达成 盛大的葬礼背后是潦草处理的尸身 更让大家感慨的是蒋介石的丧服 当媒体报道蒋介石穿七条裤子入关时 立刻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 借头向美热议此举有何深意 而蒋经国的回应大出众人意料 跟政治斗争无关 也不是为了纪念某起著名事件或重大战役 仅仅是因为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凤化 有穿七条裤子下葬的民俗 蒋介石晚年最大的愿望 就是回到凤化老家 回到曾经的蒋家老宅看一看 坐一坐 当他明白自己今生无缘与故乡重逢时 就一心想着以凤化人的身份死去 七条裤子 不仅仅是丧服 更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位对中国近代时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巨头 迷流之际依然觉得自己还是江南水乡的一个蒋家孩子 入土为安 落叶归根 是绝大多数老人心心念念的遗愿 蒋介石也不例外 可惜无论生前如何安排 死后都免不了被命运捉弄 蒋介石的遗愿至今没有达成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相比无数因他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尸骨无存的革命志士 蒋介石已经足够幸运 至少他还保有完整的遗体 台北的雌湖安放着他的官国 蒋介石的一生通过自有历史定论 身后有关遗体的种种争议和谜团 相比他毁于参半 大起大落的一生 也只是一种